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炎炎夏日又要到了 夏天有人說胃口不好要吃什麼呢 其實還是要吃啊 你夏天胃口會不好嗎 其實一樣好 對 那你都吃什麼開胃 吃什麼 我覺得要吃一些輕食有沒有 但是可以搞定那些小餓 這個是最棒的 你是不是想接什麼代言 夏天還是要吃 雖然胃口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大家要來做一些料理 讓你夏天能夠開開胃 熱還是吃的一些 是 而且最重要的重點是說 非常簡單 自己在家就可以動手做喔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夏天再熱還是要吃 減肥永遠是明天的事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呢 不只會吃 還會煮 好不好吃 誰知道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酷暑來襲 悶熱的氣溫 總之令人心情煩躁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要帶他們最拿手的 夏日家鄉料理 讓你吃完保證既消暑又開胃 馬上就來瞧瞧吧 那今天就要期待 我們這個外國朋友們 要帶來什麼樣 讓夏日裡面 可以讓你胃口大開 他們各國 他們家鄉料理喔 現在今天感覺要做的東西 很簡單耶 那是 美美格國愛的信賴來了 什麼意思 什麼啦 什麼意思 其實可以好好的錄影嗎 下一位是誰 好 我想今天介紹給大家說 這是 燒龍丼飯 燒龍丼飯 燒龍丼飯為什麼會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是我在台灣 就是有一段的時間嘛 是 不過我覺得是 不好意思 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 那個當地的日本的味道 你是說台灣的燒龍丼飯 都不疑對不對 沒有 沒有 這是有一點像那個 台式日本烤肉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像那個台灣的 就太台味了啦 有一點味道 然後所以呢 我今天我想介紹給大家 但是我是真正的日本人 做的就是燒龍丼飯 對 燒龍丼飯呢 就是因為是 這個是比較簡單 就是家庭料理 日本很傳統的料理 對 就是日本人 大家很喜歡丼飯 為什麼 因為是如果跟朋友們 一起去去那個吃烤肉 燒肉的話 一直需要花錢 或者是那個 一直需要找那個朋友們 這樣子很麻煩嘛 所以就是我媽媽就是教我很多 比較簡單的動畫 然後 那怎麼做呢 這個裡面有洋裝 然後洋裝醬 還有衛靈 衛靈 衛靈 對 衛靈 衛靈 妳是不是這禮拜的音頻 有比上禮拜又再高一點 沒有 因為今天特別更新了 好 衛靈裡面有加一個醬油 三湯匙醬油 對 三湯匙 三湯匙 是 對 那這個是 對 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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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靈是幾湯匙呢 衛靈是1.5湯匙 1.5湯匙 對 然後這個有準備有砂糖 可是我現在不想放砂糖 沒有 沒有 如果現在加砂糖的話 如果烤的時候 就是應該大家知道會那個 就焦掉 對 焦掉 不行 就變成焦糖了 對啊 對 然後 對 先就是開火 開火一下 先開火 它其實不用開火 它已經一把火了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是 擺一半 擺一下 對 我先擺一半 其實這個醬汁這樣就做好了 對 那你吃掉 整碗吃掉 我們這一part就結束了 你吃掉 我說醬汁的部分 那個要煮吧 有薑味 好香喔 對 這個裡面有蘋果 一半的蘋果 還有蘋果 香香的 那這個應該就是 它留一手的那一個部分 蘋果 泥 洋蔥 味淋 醬油 薑 薑 對 所以剛剛做的 那應該甜味還滿重 對 日本人喜歡吃甜甜的 對 有香香的香味嘛 是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你要不要用那個木頭的 對 好香喔 整個味道都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是日本傳統的家庭料理 對 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是吃甜的 那有些人比較喜歡吃鹹的 那如果很喜歡甜的話 可以多一點加蘋果 或者是比較健康的話 可以加那個蜂蜜也可以 蜂蜜 蜂蜜 應該五二你要煮肉的料理 應該這裡要加米酒吧 對 因為當然裡面有米酒 米酒確實 米酒剛剛有放好了 大概1.5湯匙 然後也可以 放湯匙 不是不能立刻加砂糖 對 已經 關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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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可以了 聞到味道了 對 1.5湯匙 就跟我們爆香的意思差不多嘛 對 就是它把香味出來了以後 它把所有醬油 味醂啊 還有這個米酒 先放在一起之後 它利用那個熱度 然後把整個香氣融化出來 然後還有把 其實加熱之後 蘋果的甜味會更散發 對 香香的那個味道 然後 拍照 然後 對 我 我比較喜歡的作法是這個 在做完之後 那個把肉放在這個裡面 但是 那你趕快放啊 不行啦 為什麼不行 因為呢 因為如果馬上放的話 本來是好吃的那個味道 你她說馬上放 那你是不是要等七七四十九天 才放啊 沒有 沒有 好吃的味道啊 是不是不見了 為什麼 對 所以我大概是 大概我家裡的話 一兩個小時之後 才可以放肉 對 鹽 對 就是這個是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那個 巧技 就是 技巧吧 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踩到你了 超技 妳剛剛是被老鼠咬到吧 妳剛剛是這樣 反應好棒 技巧啦 對 技巧 技巧啦 對 然後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一兩個小時以後的成品 會是這樣子啦 一兩個小時之後就是這樣子 裡面已經有就是牛肉入味的味道 現在是那個肉還是生的 生的 生的 等於是先醃 醃的一兩個小時 醃啦 先醃過 對 OK 我爸爸 現在在下 小姐煎了 這個是我非常推薦給觀眾朋友們 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也是小時候 我小時候工作很忙 但是媽媽跟我說 因為是下燈的時候 可能吃不下嘛 但是一定要吃這個 有營養的東西 是 對 所以後來媽媽一直跟我說 下燈的時候可以吃這個 是 對 而且很適合那個職業婦女嘛 對不對 因為她那個 只要這個做好 白飯一配 就OK 對 馬上很快就可以上菜 因為這小孩應該會很舒服 對 真的 我小時候常常吃 我現在可以吃幾碗的 大概六七八碗了 六七八碗 沒有 六七八 怎麼樣 她吃六七八碗不行嗎 可以 可以嗎 怎麼吃還這麼燥 有香香的 有味道 有 對 大家下店的時候吃不燥嗎 可是有味道 這個味道 我覺得可以 胃口都大開了 對 打開了 最後呢 就是剛剛的那個做的燒肉這樣子 在旁邊 放在旁邊 這樣子才會有香香的香味 味道 對 把那個沾混的料都進去 對 對 她的洋蔥還是滿嗆的耶 真的很下飯耶 新鮮的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這樣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我如果是媽媽或爸爸 長期工作在外的話 我一次可以準備很多 我們每一天就可以很快的 準備一小份 做給自己的小朋友吃 而且 我覺得加蘋果泥很棒 小朋友會很喜歡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它就是 因為有蘋果泥 它整個肉就變得更甜 我覺得就是很開胃 夏天的時候有一點味道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就這樣新鮮那麼甜 對 甜甜的 沒關係 那如果大家很喜歡吃辣的話 辣粉的話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 從哪兒 從哪兒 這個棉糊的 小兩個 那是什麼 辣粉嗎 可以加這個啦 加這個 這是西味粉 如果喜歡辣粉的話可以 而且我滿喜歡裡面的那個薑 薑的那個味道很香 請問一下妳做這一碗要給誰 小... 好大一碗 怎麼好大一碗 好大碗喔 這一碗妳要給誰 妳就給她吃啊 有 我有 謝謝 她們為了妳做的耶 漂亮的 怎麼好意思 愛心小兩個 好大碗 還是妳捧著這一碗 然後妳上次那個撒嬌 再撒嬌一點 怎麼好意思 差不多囉 他還在轉耶 他還在轉 停不下來 你看看他那樣型男的也好 還要嚇死了 怎麼了媽媽丁 沒有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我很喜歡啊 因為其實 雖然其實剛剛說的 但是說真的啦 少了一個 通常就會少了一個日本味 我覺得這個 就真的有一種 日本味道是有進來 是就很好吃 我覺得以前就是 在日本人做的時候 後來就沒有特別 就是吃到這種味道 我覺得就很特別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它的那個醬汁 但是我是想要有多一點的 這個醬汁 然後這整個就是在白飯 那個因為 淋到整個白飯 它醬汁不夠汁啦 對 再多一點 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那個整個就是很棒 那洋蔥味還是比較重一點 洋蔥 薑味都很明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味靈一放下去 就是有日本的感覺 對 這是來日本的感覺嗎 我很高興你們浪漫之前 我已經把那一盤吃完了 不然我就是看到你們這樣 我真的吃不下去 但是呢 你現在是羨慕嫉妒恨是不是 對 但是那個味道 味道來講啊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吃過日本的燒肉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樣 像馬丁這樣講 我就聽你的 我其實覺得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很不錯 喜歡這個日本的料理的味道 但是我怕如果吃很多的話 會是肉跟店一起 對我們來說 法國人是很少的各位 肉 牛肉 特別是牛肉 我一定是鮮的 不是變的 所以這一點點這樣很亮 但是我不會吃太多 因為你喝那個日本的那個美酒 這杯終於出現了 這杯是要 這美酒可以是陪 就是吃 佐這一碗半的 對 以便要喝這樣子感覺很像 那個日本晚上的時候 讓媽媽的感覺很放鬆 不一定喝啤酒啊 對 是 是 那個安竹 我覺得用一個字來形容這個 蝦肉冬蛋 不能罵髒話喔 就是 就是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對 我覺得真的有這個日本的味道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個是從家庭來的 對 我很喜歡 我第一次有吃到 就是有蘋果的味道在裡面 對 然後我個人我必須喜歡 比較鹹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好 但是加這個我配嗎 我覺得會過甜耶 怎麼那麼甜啊 太甜了 這美酒要加冰塊啊 只要蘋果 有啦 吃完有讓你甜在 你加冰塊你可以用 蘋果的亮嗎 但是我覺得它組合起來 應該是會不錯的 很棒啦 好棒喔 好 自己在家裡面 也可以做做菜 謝謝心奈 趕快去吃 謝謝 今天是第一層的 幫助朋友 好了 謝謝 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式燒肉丼飯 心奈巧妙加了蘋果泥做調味 吃起來感覺 可是既清爽又健康呢 安主今天要帶來美國什麼 今天我要來介紹就是 水牛層垃圾汁 對 太棒了 你們每一次都說 台灣沒有好吃的水牛層垃圾汁 我看你做了多少次 真的 沒有沒有 不是他說的 通常是杜利說的 很有講 對 我不代表杜利 但是我代表美國人 OK 就是首先我要跟大家 介紹一下 就是整個水牛層垃圾汁的背景 就是它是差不多50年代開始 從在紐約發明的 在一個酒吧 對 然後現在就是 在美國 你是在哪裡 大家都會愛吃這個東西 比如說在我家 我有朋友來 我們有看秋賽 大家都會說 Andre 你剛快 吃給我們吃這個 Buffalo wings 因為太好吃 而且一定要配啤酒 對 所以這個真的 你們到底美國人 什麼不配啤酒 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真的都可以 但是真的啤酒 太好喝的東西 因為這個步驟 看起來很多東西 但是真的很簡單 首先我要跟你們講 這個雞翅 就是要放在一個烤箱 在200度 或者230度左右 對 然後你要評估一下 就是你的烤箱的狀況 對 50分鐘左右 然後要翻面 翻面 對 我先烤了40分鐘 再翻過來 就是都可以烤好的 對 然後有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要它更脆 這個皮更脆的話 你可以用 炮大粉 不是蘇大粉 而是炮大粉 炮大粉 炮大粉 炮大粉是什麼 炮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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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不是蘇大粉 它是炮大粉 對 然後它就會讓這個皮 非常的脆 它非常好吃 對 所以這個是已經烤好的 對 所以這個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那現在 對 還有一個 現在呢 我要準備這個 這個辣椒醬 它很簡單 它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 這是奶油 這個是已經融化的奶油 對 然後這個是三分之一 這個是三分之一的 奶油 融化的奶油 再來這個是辣椒水 辣椒醬 辣椒醬 對不起 辣椒水 對 辣椒醬 然後這個是翻杯的辣椒醬 對 然後就這樣子 可是辣椒醬很重要耶 要吃什麼辣椒 對 哪一家的 其實任何美國辣椒醬 Tabasco那一類的嗎 對 就是你看後面 它有沒有醋 它有 它叫紅椒粉嗎 對 紅椒粉 對 對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它已經會加那個 醃什麼都在裡面 醃料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再來就是 我把這兩個倒進去 是 OK OK 就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烤雞翅的時候 是完全原味的時候 對 完全原味 烤熟而已 我沒有調什麼 我沒有 那你有用叉子擦動什麼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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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這個也可以用炸的 又做不同的方式 但是這個是最傳統的方式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真的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好了 好了 那你這邊要幹嘛 OK 但是我還沒講一個東西 就是你吃這個水牛腸辣雞翅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芹菜 對 芹菜也很重要 就是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藍紋起司蘸醬 對 芹菜 蒜片很好吃 首先我使用Sour Cream 然後這個是半杯的 酸奶 酸奶 然後我有四分之一杯的 美乃滋 這道菜美乃滋勇勇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倒進去 原來醬是這樣子 OK 還有一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很多油倒進去 好了 以後再也不吃了 對 但是這個是 太可怕了 它是Keto Diet Friendly 這是那個生酮飲食 對 真的 因為它沒什麼 因為它都是油脂啊 對 再來這個是檸檬汁 一湯匙的檸檬汁 對 點綴一下 對 然後我有這個 不是 這是一個小 一點點那個鹽巴 鹽巴 還有加鹽巴 對 還有加鹽巴 真的要相信我 因為這個藍紋起司的味道 真的很重 OK 所以加一點點 對 再來我們有這個胡椒粉 對 就是它會給它 就是外表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OK 然後就是我自己 做一點口感 對 就是我自己 我會先把這個攪拌好 對 攪一攪 它真的會很香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有這個 藍紋起司 對 全加 對 全加 那你會不會覺得 把這個加到這個碗會比較合理 會比較方便 對 把它很難攪 你知道嗎 你可能比我厲害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對 謝謝你 對 OK 好 我好期待這個醬 對 醬太久了 沒有看過耶 這樣做 還蠻酷 可能有一些人一開始沒有很習慣 這個藍紋起司的味道 有點像什麼臭豆腐或者納豆 就是這個味道 可能有一些人有扳感 可是這個的藍紋起司 我覺得味道聞起來沒那麼臭 對 OK 因為我們站那麼近其實都還好 對啊 對 OK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醬很好吃 我擔心那個醬很棒耶 醬超棒的 真的 醬非常好 醬比很多餐廳都好吃耶 對 這個醬都可以配啤酒了 好吃 這個醬百搭耶 這個蘸薯條都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 超香 只要炸著東西而已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醬太完美了 這醬真的很讚耶 真的贏很多餐廳的醬 醬很得分 超厲害的 就是你們美國人都會做這些 很濃的 很有一點 就是很恐怖的醬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酸奶 就是我們都 我們因為義大利 我們有黏起司加 但是我們沒有酸奶 我們沒有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一個醬 可是因為它的這個 八包的雞肉吃的時候 如果你做對 像你有做的 它是滿辣的 然後加那個醬 它真的馬上會戒掉那個太辣的 吃起來超爽的 對 我個人最喜歡它的一個樣子 就是那個機制要是很辣的那種 就是油油 它那個辣椒醬 就是很辣 然後搭配剛剛這個酸奶的那個起司 因為它們兩個結在一起 那個就很棒 所以像我剛剛覺得 吃上這個雞翅它是有點不夠辣 但是如果它再辣一點 搭配那個酸奶跟那個蘭桂起司的那個 那個都很合啊 然後就真的很棒 因為這個醬是很重要 我覺得每一次吃那個雞翅 我就是 那個他們給我一點點那個醬 我覺得這個一次就吃完了 我就這樣大碗一點嘛 因為我們要一直一直沾 一直沾一直沾 吃很多 像很重要的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白桂起司 什麼蘭桂起司 就是那個 就我今天第一次吃過 真的超級好吃 對 而且就很 很適合跟這個雞翅一起吃的 它的辣味跟這個起司 就混起來我覺得 真的非常好 因為它在韓國有 那種美式餐廳裡面 有賣這種水牛 有有有 但是我從來沒看過這個白桂起司 做的醬 就好像是我 可能沒有發現賣這個白桂起司 用白桂起司做的醬 就可能 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吃過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驚為天人 對 我這個馬上 我要配麵包 因為對外來說是起司 其實他調這個醬配麵包 還滿好吃的 對 這個一定會很好 這個配麵包 剛烤完的發酵 對 脆脆的 台灣好像很多人是用塔巴斯科做的 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 對 有什麼塔巴提爾 摩西哥的辣椒醬都可以 至少它有那個醋在裡面 OK 對 沒想到今天做的配角 還比 醬很棒 對 醬很棒 我覺得醬好厲害 可以耶 所以今天我們做的是 美式 白桂起司醬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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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安主 想不到這道 美式水牛城辣雞翅 沾醬竟會比主菜還搶眼 觀眾們在家裡 不妨嘗試這神奇的醬料吧 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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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要帶什麼法式料理呢 我今天要幫你們介紹 我們法式的成材 法式燉菜 法式燉菜 我知道它是那個料理鼠王那部電影 對啊 這部電影 對 在做的 一層 這很難 不是 在法國是還滿傳統的料理 家常的 大家 家常的 大家都會做的 然後真的是 這個是沒有很難 是很簡單 所以需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是很簡單 OK 你需要有洋蔥 跟辣椒 OK 紅椒啦 紅椒 洋蔥跟紅椒 紅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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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的 這應該算結瓜了吧 不是 它是用黃瓜 黃瓜 跟茄子 茄子跟結瓜 對 那我給你看 這個的時候 你要切的時候 有兩個 有兩個方法 OK 看到沒有 真功夫來了 哇 它那個酷子也是會做菜 真的是真的有在做菜 這個你可以切這樣小小的 切片 對啊 你切片這樣小小的 它會做 OK 它是真的 好俐落 它會做 色香味它都顧到了 對不對 如果要做得比較快一點 你的切瓜跟茄子 你要切這樣很 很毛 這樣 OK 有兩下子喔 它會做 它現在會做 如果你有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你要是不會那麼亂 要比較濃一點 比較一大顆一大顆這樣 大塊一點 對啊 你會這樣 然後切 看你的時間啊 對啊 這樣 當然如果是這樣比較大一點 需要做得比較久一點 OK 然後這樣你全部 那如果時間真的很趕 你就亂七 你去吃算 時間這麼很趕 你要不要把茄子拿掉算了 你是真的會煮菜對不對 對 會 那你是會耍刀的嗎 你要問這個 喂 唉唷 唉唷 小楊哥手 哇塞 真的 因為太香 我不當殺手太可惜了 你為什麼要在廚房耍這些東西 你用橄欖油 OK 那你要用小火 小火 然後我們開始吃洋蔥跟紅椒 這樣 OK 差不多要十分鐘 但是時間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煮到比較軟一點 軟爛 然後你要蓋起來 蓋一下 燜一下 這個要蓋起來 小火蓋起來 大概差不多十分鐘 看軟的時候 你可以加你的番茄 牛番茄 所以最重要這裡不是比例 如果有一些人比較喜歡番茄 可以加多一點番茄 還是少一點這樣 但是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的法國行人都蠻會煮菜的 真的 對 貝尼托有煮過嗎 只有他沒煮過嗎 你們法國男生是不是都會煮菜 因為我住英國 什麼啦 我住英國的意思是 我跟妳講 是不好吃的原因嗎 你是法國人 那你跟我們聊聊英哥的東西 你來英國你馬上要學 因為英國沒有辦法生活 每天只能吃炸魚配醋 我以前當然也會 但是我真的在英國開始 學很多的法國菜 對啊 每天要吃得好 不要吃他們那邊的 想念家鄉菜啦 好好笑 那這個號的時候 還要叫 我們這個是法國Provence的 羅勒葉 香料 Happy OK 這個還蠻像的 真的很像 對 看起來是厲害 它是義大利香料 他們有學義大利 但是是法國人是中和的 是大家有義大利香料 然後最後一次 有啦 上面有寫 義大利香料 對啊 然後把它全部丟進去 對 這樣 然後你 蓋起來 要加水嗎 不用 就這樣子 對啊 就這樣子 因為蓋起來的時候 菜會溯水 對 菜會溯水 所以不用 然後當然你可以 薄草 薄草 OK 再看你喜歡 好高級喔 我覺得好帥喔 我有下海 所以我不會用太多的 調味料 對啊 但是我自己喜歡 是比較多 OK 大概 你知道 20分鐘到40分鐘 看你放多少 可是為什麼看那個 在電影裡面 都是用像你們那種鑄鐵鍋 然後一個一個排好這樣 對 對啊 然後這樣你可以被 羅 你可以被魚 那如果 這樣是吃熱的 但是也可以吃拼的 拼的是像 像一開始 像你可以 對 你可以用 比方說蘿莉 然後一點點 這樣的話 再度一個冰的方便 一點點而已這樣 也是還蠻好的 我覺得用鑄鐵鍋的感覺 是因為鑄鐵鍋 它本身那個鐵比較厚 它的蓄溫能力比較強 可以讓食材完整 都密封 因為感覺法式燉東西都 對 用鑄鐵鍋 OK 那這樣子通常要燉多久 煮多久 20分鐘到40分鐘 看你切多多長 菜的量的多長 對 那因為我們露營的現場 所以我們有 這樣做很好了 以後介紹老師 我已經有幫你們全備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對 那可以試吃一下 這個感覺好健康喔 都是菜 對啊 味道剛好 很剛好 簡單單的 然後它的橄欖油香 也完全的出來 然後每一個菜的香味 甜味都在層次 都在裡都很豐富 洋蔥好甜喔 對 它是糖色 時間小火把那個洋蔥 慢慢都煮到焦糖化了 然後食材一層一層 甜味不同的堆疊 我覺得這很棒 這種東西時間煮出來的 就是美味 對 感覺還滿簡單的啊 雖然配已經軟爛 但是可以吃到蔬菜的 每一個不同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好吃耶 它燉牛肉應該也滿散的 對啊 燉牛肉 牛肉煎心 然後直接放下去這樣子 蔬菜的水分 然後再加醬油跟糖 又變重心 再加一杯紅酒好了 為什麼你老是脫離不了壽喜燒 你們聽聽看我們 新男朋友怎麼說 說真的 因為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橄欖油的味道啊 然後就是所有的青菜 都是有出來的 因為我很愛這個 我常常也是做 但是我比較少會就是單做 因為我會就是 就把它整個就是吃掉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一搭配一點 所以我通常就會 比如說我今天牛排啊 或什麼的 我會把這個當一個配菜的 然後這個很棒 然後每一次給 比如說老婆吃好她 她也說好愛喔 很好吃 因為真的 在台灣你真的很少吃到 這種的青菜 但是這個就很得很棒 我覺得把一大坨這個燉菜 放在麵包上 然後像你可能傻一點 那法國人不是還是用台灣的刀嗎 沒有 欸欸 餵胡吟蒸啊 餵胡吟蒸 誰啊 我不敢吃紅椒 所以給你吃 我自己弄我自己洋蔥 然後你也可以配一點點 這個是意大利的 嗯 馬斯卡托 要不要喝一些些 好 等一下 我要配一口那個 哇 很好吃喔 對啊 對啊 然後這個也是 這玩真的有在法國巴黎的感覺 有 在普羅旺斯看到一個春天 太陽的出現 太陽的出現 是很健康 好棒 好完美 是很健康 是素的 然後也是 這個這是菜 也是很滿便宜做的 欸 你們可以配麵包啊 要 要 這樣應該這樣子 然後肯 但是我沒青菜啦 蛤 你沒有青菜 這裡有啊 有 弄出一點 這果然是意大利香料 好棒啊 大家分配意大利的白酒 沒有 就是 像在我們意大利法國 這些東西會當煮菜 就是煮菜 煮食 當一個麵包 這樣就吃飽了 對 超健康 超厲害的 好好吃 但比獸的臉好像不是很同意 沒有沒有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我本來不喜歡吃菜 蔬菜的 是 紅椒也是我本來不敢吃 但是我這個本來一開始 不知道這個是紅菜 然後吃掉了 一開始我覺得這個是番茄 就完全沒有那個紅椒的感覺 因為它燉到不一樣 對 對 煮得比較好 就不會有這麼酷的味道 對 完全沒有那個酷的味道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 可以耶 真的超好吃 我真的謝謝你給我介紹認識 真正的法國料理 評價好高喔 真的 評價很高喔 那也還在吃耶 我說的是真的 就是例如說好吃 好吃或是好吃 還是好吃 好吃 哪一個比較好 好的 燉菜 怎麼了 對 對 這個配麵包是非常好味的 我希望你跟觀眾道歉 這個是非常好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次跟日本的好姐妹 一起去法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去的那個餐廳是 那個米其林 五星級的餐廳 然後這個是 米其林 哪裡有五星啊 對 沒有 米其林就叫三星 沒有 你兩顆自己帶的 三 三 我搞錯了 三星吧 對 三 三 沒有 那個 這個味道很像那個 那個法國餐廳的味道 是 嚐到那個時候的那個 那個味道 真的好吃 今天吃的是 這個是農巴王最好吃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對不對 沒想到你可能會做菜 對 現在是再來多做一點 謝謝你的法式燉菜 好吃 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做 嘿嘿 三明 三明治蛋糕 你現在就是做蛋糕系列對不對 沒有 因為上次 我上次做了 就是因為那個不是主要的 是要叫大家可以做 但是大家都覺得 哇 這個好棒 這個一定要做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叫你們怎麼做 趁勝追求 對 因為這個瑞典 三明治蛋糕 其實我對瑞典知道 超好吃 因為這個真的 沒有別的地方有 但是因為你知道 大家誰不喜歡三明治 三明治很好吃 你怕它做成一個很大的一個蛋糕 多棒呢 因為又有那個漂亮 然後味道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三明治 所以其實 你現在要怎麼做 都可以做 都可以 對 然後所以它很多的變化 好喔 那我今天要教你們怎麼做的 就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不吃海鮮 因為其實三明治蛋糕 最多的通常都是用海鮮 廢話很多 比如說鮭魚 跟蝦子 做很多的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 所以我今天的主要是培根 好 然後如果你們剛剛注意 聽安卓在做他的那個醬的時候 一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有這邊 我們有酸奶 然後有美乃滋 然後我們有鹽巴 有黑胡椒 然後再加上就是培根 那個是什麼 MASCOBON CHEESE 這個是 CREAM CHEESE 那個是在最上面會剝的 那因為這個就是 真的很簡單 我們先會就是培根嘛 然後培根就是你煎碗的 要煎脆 所以是最好的吧 培根脆 然後就切切切切切 然後就這樣 我們就拿這個碗 然後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碗需要是IKEA的嗎 是比較好吃啦 會影響到味道啦 所以最好吃 我們的CREAM 就倒進去 我這邊是有大概300梅 300梅 然後快要100梅的美乃滋 也倒進去 這個對敏感性牙齒很痛苦 然後我們這邊有黑胡椒跟鹽巴 我們把一點點鹽巴 然後一點點 一點的黑胡椒 黑胡椒 對 然後培根 是 然後因為我這個是大概不到兩包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就板一板 哇 那個培根 怎麼這樣就好厚吃喔 一定超香的 這裹上面包也是很好吃 真的 這時候還沒有放CREAM CHEESE 因為CREAM CHEESE它是外面那一層 是 表面的 對 表面的 是會看起來像一個蛋糕啊 你們有沒有吃過外面有賣那種 抹在麵包上面起司 但是大蒜味道 有 就是CREAM CHEESE吧 CREAM CHEESE加大蒜 再加這個 哇 所以就是這樣子就已經好了 然後再加一點金針菇跟醬油 然後再加一點 又變瘦洗衫了 又變瘦洗衫了 有再加一點金針菇是不是 沒有 好 我們就這樣子其實已經好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三明治 就是菇絲嘛 切片 好 然後擺 我比如說現在在我這邊 就做一個四層式嘛 然後把這個大概拿一半 就放進去 哇 好開心喔 天啊 滿滿的 而且還不用切 直接讓它煙 天啊 這誰瘦得了 真的 是不是 有酸奶 有配根 這熱量超高 哇 對 這個熱量會比較高 但是真的就是看你要怎麼擺 因為這個 就是比如說你要用一些那種 Liver Pate 像那種豬肝 豬肝 豬肝啊 因為豬肝醬 豬肝醬 鵝肝醬 鵝肝醬 像奶油肝醬 沒有 是豬 豬肝醬 豬的 在德國跟北歐是比較多會吃的 尤其是瑞典是最多的 對 比如說就這樣子磨成一層嗎 是 再來 蓋起來 蓋起來 為什麼你不加蔬菜啊 我好像看到你沒在加蔬菜 因為都可以啊 因為你想要怎麼蓋都可以嘛 所以我也可以加牛番茄片跟那個 可以 不是 你要怎麼這樣 再一層 你也可以加金針菇跟醬油啊 好囉 要來亂大條 又被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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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快 可以啊 如果有剛剛那個醬 你加上去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因為現在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你就摸摸摸摸摸摸變成這樣子 對啊 你看 如果想要放棄自己 不是 想要放鬆一下 可以真的試試做 真的 因為這邊 你就再來蓋 第三層 對 它就是有兩層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這個 然後因為現在也沒有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就把這個 然後整個摸上去 摸在上面 摸在上面整個蓋 然後 然後就會變成 哇 然後因為 比如說我給你們看 這樣真的好像乾淨 因為這個是已經切成一半 所以我給你們看 比如說 因為你看這些小黃瓜後面 它本來就是整個摸成 然後上面的這個裝飾 就是你想要怎麼擺 就怎麼擺 像我這個就是 像這邊有那個完整品 成品 成品的 還沒有切開 就是把小黃瓜放在上面 這成品是你弄的 還是上路的照片 蛤 是我弄的啊 你弄的喔 對啊 所以剛剛還沒有切 就是這樣 你現在看就是這樣子 就是切了一半 上面放一點那個生菜 然後這樣子 很漂亮 然後因為這樣子 你切成裡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它就是這樣 可以加鮪魚 對 或者是 吃吃吃 你們桌上都有 這個好棒喔 好簡單 沒吃過耶 笑兩個 所以它就是做好可以冰起來 對不對 對 對 因為重點 其實我會說 你做裝飾之前 你就剛剛摸完那個 Cream Cheese 你重點就是先把它放在冰箱 然後你放在冰箱 我覺得至少要放個 三四個小時會比較好吃 最好是過夜 然後就隔天 拿出來放這些裝飾 然後就上桌 還要過夜 所以你可以跟Kina配合耶 這好好吃喔 我覺得可以擺在那裡賣 因為它的那個 培根香 太棒了 就整個咬下去 它會慢慢散出來那個香氣 很棒很棒 然後再加上那個培根的 那個焦香的味道 混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那個起司 Oh my god 超好吃 冰冰涼涼 超適合夏天 這好適合 夏天的美食 而且太強大 我也學習到 它可以千變萬化 你想加什麼都可以 去說真的 這個是一個代表瑞年的夏天 因為夏天的中夏節一定都會有 然後在夏天我們就是有這個 因為它又是像一個蛋糕 所以蠻好玩的 你擺在鍋子那邊 大家就覺得 哇 好酷喔 漂亮啊 沒有 它麵包不會覺得爛爛軟軟的 不會 所以還是有那個口感在 我覺得很好 像冰淇淋加上去 這可以 然後有一些技巧 比如說我會說 比如說你在做這個 你在摸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每一層你先摸奶油 摸奶油再把醬放上去 比較黏嗎 摸奶油 在那個吐司上面 因為這個會變成一層 就是因為這個醬 它是比較那個水的那樣子 所以它比較可能會 比如說吸到麵包裡面 然後麵包就會比較軟那樣爛的 所以你先摸一層奶油 阻擋它 三明治本來就是要奶油嘛 所以整個 它就變成 這一整個卡路里要不要一萬啊 我沒有說來過 但是有可能吧 韓國奶油 我覺得整個要 奶油啊 酸奶啊 起司啊很多 好吃最重要 真的很好吃 對啊 夏天就是要開心 是 冰蘭好好吃 我覺得我真的太小看了 瑞典料理 我以為只有瑞士肉丸而已 瑞士肉丸 瑞典 對 真的這個超好吃 我現在了解為什麼就是 瑞典人就是 為什麼他們要 就是夏天要房價 因為然後去野餐一定要吃這個嘛 一定要 對不對 我現在了解 因為你 謝謝 很棒 這配個香檳也很好 對 我真的很珍惜今天 像我們在意大利啊 大家都會狂追那些北歐的劇 德國的劇 瑞典的劇 我們都快說他們好棒 什麼都很漂亮 但是每次他們那個拍到 吃的 那個義大利的媽媽 看去的時候都覺得 他怎麼可以吃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今天第一次吃到了 真的瑞典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 我真的不承認 所有義大利人說 在瑞典東西都很難吃 沒有 我覺得瑞典做的是 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小朋友也會喜歡 沒錯 這個很好吃 然後也是很好看 所以可以給小朋友吃 他們也會很開心 然後這個也是很滿容易做的 你不需要有高雄 不需要有什麼貨 對 這個真的可以很快就做 這個很滿好的 而且這個材料很方便去的 就是又可以多變化 不限季節限定 可以放棄喜歡的東西 你做一個胎式也可以 他那個鳳梨也應該很好 鳳梨 今天第一次吃 那個雷典的六里 然後我這個是 我覺得比較適合 跟黑咖啡一起吃的 他現在音頻有一點低 沒有 要這樣 妳為什麼要提醒他 為什麼他又沒有 就表示他 抱歉 沒有 因為是低 因為你們沒有看到他 在後台的時候 工作人員叫他 他會說 沒有 沒有 你會讓大家這樣笑 很可憐 沒有啦 對 我第一次吃的是 真的很好吃 而且可以配上 那個咖啡要黑咖啡 剛剛好沒有太甜 沒有太鹹 他說對一件事情 就是配咖啡 因為我們瑞典人也是 全世界就是好像是 簽三名的 就是喝最多咖啡的人 就是算每一個人平均喝多少咖啡 瑞典人是在簽三名 OK 這個可以可以 學起來簡單又快速 謝謝瑞典 三名之蛋糕 原來瑞典除了肉丸之外 還有這道隱藏版的三名之蛋糕 炎炎夏日 這道輕食料理 大家絕不能錯過 夏天吃飽飽 真的是一個爽快的事情 是 但是有時候吃飽飽 肚子也吃大大 真的 對啊 不瞞大家說 我已經一個禮拜沒上廁所 真的假的 沒有要聽是不是 沒有 可以聊 怎麼會這麼嚴重 我跟你說 女生像我們有時候夏天 就是可能很喜歡喝冰的 或者是就是冰飲 或者是吃冰棒什麼那些 都會讓排便很難順暢 對 所以像我最近在網路上 就發現了這個 啦啦粉 後來我就問了一下 我身邊的營養師朋友 他就說這個粉呢 是日本最新的乳酸菌 它可以順利的 通過我們的胃酸進入腸道 促進腸道的新陳代謝啊 蠕動 所以可以讓我們排便更順暢 而且裡面還有 綜合蔬果 所以它可以有很好的纖維質 還有超級酵素 所以吃下去之後呢 可以抑制糖粉 像女生很喜歡大吃大喝 就可以不會這麼有罪惡感 所以非常推薦給大家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粉狀的 它這個很像綠茶抹茶 對 很像抹茶 它是要乾著吃還是怎麼樣 它可以就是整個整包就是 放在包碗裡面整包直接吃 或者是加在水裡面攪拌攪拌喝 對 像我自己呢 有的時候攪身邊沒有水 我就直接吃 也不會有奇怪的味道 真的很像我 喂喂 你幹什麼 陳德烈 你也吃太大碗了吧 那一碗太大碗了啦 剩一個這一包給你 它餓不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好 像我覺得啊 像女生排便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尤其像有時候出國 或者是像攝取不夠的纖維 吃完它之後就會順暢很多 而且皮膚也會變好 不上廁所皮膚就會變好 真的 有沒有吃起來很像抹茶 它聞起來就有抹茶味 然後有很多蔬菜的那種味道 高鮮蔬果就對了 自然的香味 夏天真的大概就是保持身材 跟墊身材的好時刻啊 是不是 有沒有為了要保持身材 用什麼方式有嗎 就是我老婆啊 他就是 他也都一定想要保持 那個皮膚要漂亮的嘛 對 然後他就是用了那個面膜 那個面膜敷了一整個一整夜 那起來的時候 媽媽咪啊 那個臉 那個臉很恐怖 就是放了動了太久了 那個面膜 就是用一下就要拿掉 但是用了到早上 太久了啦 對 吸乾水 那拿起來是怎樣的 拿起來就是拿那個面膜拿掉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有面膜 好可怕喔 天啊 這個要注意啊 像我呢 我之前一直以為說 吃水果不會胖 所以有的時候我可能 晚餐就吃一大堆什麼西瓜、鳳梨 吃很多 因為冰冰涼涼的很消暑 結果會反而變胖 因為 所以其實是不好的 我之前也是 因為之前不是有一陣子很流行 剛剛有講到生酮飲食嗎 對 那我們都會誤以為 生酮飲食就是純吃肉 然後油 就高肉、高油 所以我就想說試試看 然後試了以後就發現 肚子越來越凸 超容易變滅 對 就是不會上廁所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 就是飲食最大的問題就是 纖維萃取的不夠 水喝的不夠多 對 然後蔬菜吃的不夠多 然後像有時候我們可能三餐在外 那你都沒有吃到足夠的青菜 所以的話 你就會讓你的腸胃蠕動的不夠 然後代謝就會變不好 排便就不順暢 像人一般其實就每天要排便 才可以把毒素排出去 對 真的 就算你每天排便都有可能有素便 真的 更何況像我這一個禮拜 等我大出來的時候 我把它拍下來給你看 先不要 其實先不用 沒關係 所以只要體質變好了 代謝變好了 大吃大喝呢 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罪惡感 真的 夏天就是要大吃大喝 對啊 而且今天介紹那麼多 來那些輕食的吃法 自己可以回家做做看 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分析一牆 下次見 拜拜 炳秀今天你要帶來什麼 是 我今天給大家介紹的就是 台灣跟日本其實有那個涼麵嘛 對 但是韓國有涼麵 喔 對 台灣跟日本的涼麵 因為你們就叛逆不叫涼 要叫涼麵 對 我們一定要涼 而且這一道很多大人物都吃過 誰 比如說這個他們的總統 文在寅先生 到北韓指定就是要來吃這一個 對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冰箱的時候 涼麵其實冬天的食物 而且越北部就越冷嘛 所以其實那個涼麵有名的地方 都是北部 北韓那邊 是平壤嗎 對 平壤跟那個附近那邊 所以是我們上次那個 我們的總統去北韓的時候 那個北韓的金正恩就給他吃 平壤的涼麵 你剛剛是說那個北韓的金正恩嗎 有帶親手 你會不會今天回家就會收到導彈呢 不會 而且我們的那個涼麵 有分兩種 最大分兩種 一個是水冷麵 對 就是它的水都是冰塊的水 是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拌冷麵 所以說我們有一個拌飯一樣 就是用那個酸辣醬 跟那個麵一起這樣拌吃的 這個滿開胃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的不一樣 會有點像那個 日式蕎麥麵那一種 沒有 我們跟日本的不一樣 你再怎麼講他都不會承認 我們也用那個 我們也用跟日本一樣 是用那個炒麥麵 但是我們的用法跟日本不一樣 不一樣 好 所以你今天要帶來的就是 今天帶來的就是 韓式冷麵 對 古今中外多少人吃過 連肯德基爺爺都吃過 肯德基爺爺 為什麼 我覺得你只能搞錯了 那是我們的總統川普 川普吃過的 對 都是一樣白襯衫紅領帶 但是他頭髮是 Hanel看 髮型也一樣 這一道做起來會很困難嗎 不會 這個很簡單 而且那個炒麥麵都是 台灣的那個炒室裡面也會 都有買的到 而且其他東西都是台灣的東西 只有這個辣椒醬 是韓國的辣椒醬 而且韓國的辣椒醬 現在台灣炒室裡面 都買得到 對 都買得到 方便 只有這個鮮蘿蔔 鮮蘿蔔這個是我在台中有一個 教我做冷麵的 有一個哥哥開餐廳的 他自己做的 然後給我 醃的蘿蔔 對 有一點醃的蘿蔔 裡面有很多東西 然後他自己做的 這個是我今天特別帶來的 OK 其他東西都在台灣可以買得到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步驟 那我們先做醬好了 醬 先把這個醬汁調出來 對 這個是白醋 夏天開胃一定要醋 對 辣椒醬跟辣椒粉 然後一個醬油 然後白糖 白雪糖 對 然後這個是小黃瓜 小黃瓜絲 對 那要怎麼樣重合 然後蒜膩 然後這邊已經弄好 就是兩湯匙的辣椒醬 跟一湯匙的辣椒粉 然後裡面我們放一湯匙的醬油 醬油 然後已經剛剛有先倒了一點 就是一般的醬油 一般的醬油 然後兩湯匙的白醋 醋 那這個 這個是白糖 白糖我們放一湯匙就好 對 太多了 但是白糖現在有加了醋 好複雜 對 OK 蒜泥也是要一湯匙 當然 蒜泥開胃喔 酷喔 酷喔 對 我們韓國人很喜歡吃 蒜頭嘛 就要放很 好香喔 其實跟台灣涼麵也有點像 有點像 麻醬醬油蒜泥 你久而久之就會發現 你只要講台灣什麼 他就說不用 不用 就是台灣的涼麵就是 沒有那種涼爽的口感 好好說喔 對啊 不一樣喔 我也喜歡吃台灣的涼麵 但是台灣涼麵不適合吃夏天 我覺得 對 那你就冬天去吃涼麵好不好 夏天吃麻辣鍋 對 麻辣 好拍你 冷麵很適合就是冬天吃的 因為冰冰的東西 其實世界都可以吃 但是我們韓國人很喜歡吃夏天 夏天吃冷麵 對 然後這個 攪拌均勻 對 做完 來 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這個炒馬麵 放那個熱水裡面 然後直接放進去 然後不用太久 就是差不多一分鐘左右就結束 這樣把它撈起來 對 因為我們喜歡這個 它的口感 QQ的 對QQ的口感 不喜歡軟軟的 那跟蒟蒻不同的地方在呢 蒟蒻不同的地方就是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不一樣 我覺得有時候兩面 那個口感太軟 那個它的麵太軟 所以就 但是我喜歡吃涼麵 沒關係 你後面就不用再接這支 一直補 對 好 一分鐘左右要把它繞起來 對 嗯 煮一煮 等一下是要泡冰水是不是 對 等一下要泡冰水 冰鎮它 對 因為 這個是冷麵嘛 所以不喜歡熱的 感覺 而且更有彈性 我有吃過這種 韓國現成的那種涼麵 它是像泡麵一包一包 然後你也是只是把麵煮開 然後過冷水 然後裡頭有一個很奇怪的 現成醬汁 就是湯湯水水的 然後有點那種土色 然後泡在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知道那個什麼 那個好像是跟台灣一樣 那個什麼芝麻 芝麻醬 芝麻醬 芝麻醬吧 有一點狗狗 然後我想一吃想說 怎麼有這麼難吃的涼麵 跟這個有紅大醬不一樣 你怎麼會笑得那麼尷尬啊 沒有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他回 他好不容易承認有一個東西 跟台灣一樣 結果這個東西是難吃的 是難吃的 它好尷尬 因為我覺得 現在市場有多那種 頓時不知道回答什麼 現在市場有多那種 泡麵的 冷麵什麼 或者兩麵之類的 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跟現做的還是有差 對 跟現做的 待會要品嘗 謝謝 我覺得泡麵的也是很難吃 對 馬上要直接 給他挖個坑 自己做漿 自己做的最好是 對 是 那要泡冰水要泡多久呢 泡沒有多久 就是這樣洗一洗就結束 因為他很快退冰 很快退那個 熱 熱 對 還是說泡到了 它硬到跟原來麵條那麼硬 那幹嘛煮 硬了吧 沒有 這樣應該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炒麥麵 就是這個煮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那我問你 你的其他配料 是你們有規定要配什麼 還是其實在家想吃什麼 都可以配什麼 都可以配什麼 只是今天你選的是 對 今天我選的是 小黃瓜跟那個鮮蘿蔔 但是 醬跟這個麵是最基本的 然後其他東西都是 自己想要自己配 那還可以加什麼 還可以加肉 什麼對 什麼肉片 蛋絲可以嗎 蛋絲也可以 泡菜 對 泡菜 所以感覺起來 它的調的這個醬 就變得特別的重要了 就是醬 對 這個醬最重要 就是這個醬 OK 那我們先 我們煮完了那個麵 是 那我們上面要放這個 調好的醬 對 調好的醬就好 但是換句話說 這個醬啊 其實怎麼調都不太容易刷走啊 因為本身 韓式辣椒醬就好 對啊 就好吃 只是醋跟糖的比例 對 比例要抓好 而且還滿簡單的 對 很簡單 然後上面放你們喜歡的東西 這樣放著 對 雕花一樣 上面我喜歡放三合一 味噌湯跟貢丸 還要加來亂是不是 還要來亂是不是 說好吃涼麵 好 涼麵還要吃涼麵 我要加蔥蛋 然後其實蛋的話 蔥蛋 我們還有一個手的蛋 然後這個手的蛋 水酒蛋 水酒蛋 我們可以直接放進去 或者是如果太多的話 就直接打開 對 用剝的 好會剝 對 好會剝 好厲害 好工整 它也會剝別的 什麼 橘子啊 為什麼還要放冰塊 還要放冰塊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不夠 不夠亮嘛 對 所以我需要什麼冰一點 我們可以看自己個人 需要冰塊多少 然後就我 白芝麻 白芝麻 然後就上面白芝麻一點點 這個是不是也有冷湯的 有吧 那個湯 我每次去韓國喝都好酸 對 那個湯真的好酸 真的好酸 超酸的 那個喝完立刻會食到逆流 對 這樣子我們結束了 做完了 對 這樣它簡單 完成了 那可以試吃了 可以 大家請試用 來 謝謝 就把它全部拌在一起 對 拌在一起 好 火在一起吃 對 就像涼麵的蛋飯 乾的我好像也沒吃過 都是吃那種湯的 你自己在家會做嗎 對啊 我這個 因為我想要自己在家裡吃 所以我跟那個哥哥一起學的 老闆 我的貢丸呢 好像這樣有點不夠 那個辣椒醬味道很香 這醬是不是有點不夠 這個醬很好 真的很好 這樣的比例 真的好辣 好辣 蝦麥麵好Q 它冰冰涼涼的 我覺得非常的棒 而且醬汁 看你這樣調很簡單 可是味道其實就很豐富 對 而且吃下去其實是非常的涼爽 而且很開胃 而且它的那個麵的彈性非常的好 它跟那個醬汁整個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非常消暑 很好吃 因為夏天一定都是喜歡吃那種辣辣酸酸 開胃的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 而且我覺得它 因為它剛剛有加辣椒粉對不對 對 所以它又給那個韓國辣椒醬 多了一個層次的辣味 現在重點來了 這些外國朋友 他們到底吃不出來 吃不吃的習慣呢 你看馬丁還在吃耶 不好意思 到你了 好吃 沒有 應該說就很好吃 但是就是涼麵 然後加上那個韓國的味道 韓國的味道都是這個 辣辣的 算辣 很好吃啊 就是 可不可以講一些我們不知道的 沒有 因為這道菜就是我們都知道的 謝謝 謝謝 謝謝馬丁 我覺得他加那個冰塊在裡面 是滿酷的 因為我喜歡就是我吃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是每次來節目 然後有一個韓國的行囊 做一些韓國料理 都是這個味道 不管它換什麼東西都 但是他今天有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加那個冰塊 所以前面兩位是在數落他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 還是台灣的兩面厲害 其實因為我覺得像他有加那個辣味 那我發現他說在北韓 他就是加那個辣味 是為了身體會比較熱 可是在很熱的國家 他們也都是用辣的東西 來讓你稍微流汗 然後你就是會已經 去濕氣開胃 超厲害的 所以你喜歡台灣的涼麵 我最喜歡台灣的涼麵 明秀其實這就是做人的道理 對 沒有啦 可是因為我今天準備的是 拌冷麵嘛 是 如果你們喝 如果你們吃那個水冷麵的話 水冷麵應該比台灣的涼麵 比較好一點 對 好一點 對 對 這麼想要贏啊 好 其實我可能說話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因為 我在美國外面有韓國城 所以我應該是從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吃這個涼麵 而且美國韓國城超好吃 超好吃 所以我有比較高的標準 對 但是首先我要說這個 這個麵它的軟度非常好 因為我有吃過一些涼麵 然後它很難腰 他們用茄子把它切好 因為太難腰的 就是一個部分說這個做得很好 再來我覺得它的辣度也剛剛好 不會太辣 然後也不會太淡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比較喜歡你說酥涼麵 就是有水 有湯的 對 我覺得那個比較好 我個人比較喜歡 然後這是一個問題 我問你就是 我自己我覺得去Costco 就可以買一個 你自己做的 在家裡做的 很好吃 沒什麼很大的差別 所以這三個依舊在數落它 對 真的耶 OK 而且明的暗的都有 都有 來 第二排 欣萊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還OK 這是沒什麼味道 因為是旁邊 旁邊有那個紅色的 這個是 那個韓國傳統的那個辣醬嗎 這個是我覺得是特別熱的 因為是我平常不會吃那麼辣的 然後吃起來這個麵的那個口感呢 有一點像那個日本的那個濕麵 那個夏天的時候吃的那個白色的 很像這個 那如果是說特別說韓國的話 這個是 沒有 日本學我們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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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真的沒有 心內 心內剛還沒仔細聽到說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他還有手勢 沒有 沒有 是 OK 我開始 我看看開始吃的時候 我覺得還滿亮 我很喜歡 就還滿適合吃 但是有一點辣 然後大概一分鐘以後 就是沒有亮的感覺 但是還有越來越辣 所以我沒辦法測的 就辣 我想問一下 如果假使現在有台灣涼麵跟 韓式的冷麵 你們會選韓式冷麵請舉圈 台灣涼麵請舉插 台灣 台灣涼麵 韓式涼麵 台灣的 台灣的 台灣是插嗎 所以你們三個都會選 台灣的 台灣的涼麵 兩位是選韓式的涼麵 是 那剛剛心內跟安祖罵的跟真的一樣 對啊 好奇怪 他個人有所好 個人喜好 對啊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醬可以隨著自己的口味 而且很簡單就可以做 真的很簡單 快速 謝謝秉秀 謝謝 子龍 要為我們帶來的 義大利料理就是 牛肚包 牛肚包 這個還滿特別的 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東西 你們去佛羅倫吃的話 它是一個特餐 它在哪裡才吃得到 而且它是 OK 主要大家都是知道是牛肚嘛 對 那我就是 容易再講一下 就是這個牛肚 我們要先讓它煮一個小時 再一個水跟紅蘿蔔 洋蔥 芹菜 三個東西 還有鹽巴 這樣煮一個小時 至少才會把它拿出來 我這裡已經有一份 已經煮好的 已經煮好的 然後煮好了 我也切好了小小片 是 那它最厲害的點到底是什麼 其實牛肚很簡單 但是它最厲害的是它的綠醬 什麼綠醬 綠醬 綠醬不是大家想的那個青醬 它沒有用巴西里 它裡面需要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料理 第一個就是香菜 麵包 蒜頭 蛋 小酸豆 小酸豆 小酸豆是賣那種一個罐 罐頭的 然後它有提魚 提魚 對 提魚 一個小罐 還有胡椒 橄欖油 醋 水 非常非常多東西 我今天要來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第一個 就是我們拿一小碗裡面有水跟醋 我們加一點醋 白醋 白醋 然後我們要去泡我們的麵包 為什麼要泡麵包 因為麵包這樣的話 它本身沒有那麼重的味道 我們需要讓它變成酸酸的 還有一點點水水的 需要有這樣的口感 對 然後我們就要泡一下 第一次知道說這個麵包 還可以這樣處理 對啊 不知道 然後呢 這個部分還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的蒜頭 跟我們的小酸豆 酸豆 就是Capers那種 對 Capers 沒錯 還有我們的提魚 這個應該都有賣的 有 有 這些都是在台灣都買得到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可以完全沒有問題 在台灣做的一個醬 而且做完了之後 我們都是會把它放在冰箱 其實可以冰很久 你可以冰兩三個月 沒有問題 這麼久 對 哇 這感覺可以包那個啊 鮭魚就可以吃了 欸 真的 提魚還不少 跟Capers 還有那個蒜頭在一起 然後我們要切成 盡量小一點 其實這道菜啊 真的你們去Florence 沒有吃到 這個菜的意大利文名字是 Lampredotto Lampredotto 其實你不一定要每一次都反應的時候 真的 觀眾 我跟著念一次錯了嗎 那怎麼念你再跟我們講 Lampredotto Lampredotto 算了啦 算了啦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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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切很細嗎 我們這樣切細一點啊 但是這樣可以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放在打果汁機 幹嘛要切啊 當然是希望 就是說 先你放果汁機之前 你還是 先切一下下 就是不要都丟進去 那我們現在這個已經泡了幾分鐘嘛 我們就拿出來 然後我們要稍微弄掉那個汁 好奇妙喔 這個 對 麵包泡水跟醋 就是放在我們的果汁機裡面 這個全部要弄 但是你們不要擔心 你們去買的時候 你們不會看到這個過程 所以不會有信 是 OK 那你確定在意大利真的有這些過程 我確定 那到底為什麼麵包要泡水跟醋 就是它在醬汁裡的作用是什麼 重點是醋 其實如果你只泡醋的話 它會真的太醋 所以它是醋配 太酸了 水跟醋一起 醋配水 然後醋配水就是會剛剛好 如果你沒有泡那個醋跟水的話 其實那個麵包不會有 我們需要的那種酸的味道 對 然後今天我再講一個小的點 如果大家都要在家裡做的話 然後你們要買那個 那個酸豆的話 你們要先泡水 不然它都是放在一個很醃 很多鹽巴的一個 好鹹 然後呢 它是叫綠醬 它這是一定要有綠色嘛 是 香菜 那不敢吃香菜怎麼辦 不敢吃香菜的話 這個沒有 這個綠醬就是香菜 就不要點這道菜 不能加蘿勒葉之類的嗎 不知道耶 我們就是一直覺得有點為難 對啊 所以你們問這些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 因為陳語蝦講完他這樣 因為有的人不敢吃香菜 還滿多人不敢吃 對啊 那好了 我們不要一直講香菜好了 我們講別的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丟蛋黃還是什麼 這個蛋 那這是什麼 對 這個蛋我們只要用蛋黃 蛋黃嗎 水煮蛋的蛋黃 對 倒在裡面 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用打 那我這樣打一下 但是其實要打一陣子 它才會平衡 它不會馬上好 因為它 要常常用它 不能打生的雞蛋 為什麼不能打生的雞蛋 因為我們 如果你打生的雞蛋 它會變成那種黏黏的 可是它不是 它會變成類似粉 所以那個蛋變成 手說它打的時候 它會變成泥或是粉 可是它不會變黏黏的 果汁機裡面會加橄欖油嗎 沒有 對 然後你打一陣子 如果現在就知道 如果陳德烈沒有講 你是不是就沒加 裝到你的棒 如果陳德烈有一點點耐心 我就加了 你沒有覺得它有點甘涩嗎 如果沒有醬橄欖油的話 不是意大利菜 對啊 沒有錯 有一點尷尬 對 那我們加這個橄欖油在裡面 它有鹽巴 鹽巴一點點 就是調味一下 黑胡椒 這些都是陳德烈沒有講到 對 他現在忽然想起來 因為放在同一群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個要慢慢打 大概需要五分鐘 它才會好 但是你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問了 我已經 他已經做好了一碗是嗎 你今天很愛指揮我們 對啊 我已經有做好 成品是這個樣子 綠醬 好像酪梨醬 對啊 對 但是你們會發現 等於說你們吃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這一道菜 是有一點點辣 它的我們沒有加 這個就是我們吃青醬意大利麵上面那個嗎 它不是 完全不一樣 不是青醬 所以它不叫青醬 它叫綠醬 對 我們意大利文叫Salsa Verde 好長喔 對 Salsa Verde Salsa Verde 是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 我們可以來切個麵包 這是我們意大利的麵包 我們叫它Panino 你們都聽到的Panini 就是來自這個 他弟弟的 Panini就是這個 這看起來很好吃這麵包 對啊 脆脆 我們開的那個麵包 我是這樣弄的 我們就是先來塗 這不是法國那種餐包嗎 嗯哼 也是法國那種 妮可你可以跳出來了嗎 法國也是用這個麵包嗎 我們也會 當然我們最有名是Baguette 不是這樣圓圓的 我們圓圓的是比較大的 大圓 那這個我們塗這個醬 在麵包的上面 因為扭度本身 沒有一個太重的一個味道 對 我們也是用輕盛的 但是這個醬才是重點 然後我們就是 把這個扭度 這扭度現在是沒味道了吧 它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這是就水煮而已嗎 對 它剛剛就是用那種 蔬菜高湯的概念煮嗎 怎麼了 如何 很素耶 素素 對啊 但是這個醬 它是很強的一個味道 所以重點是醬 對 上面還要來一層就對了 我重新上面 我只要來這樣 這樣一個小小的而已 然後關起來的時候 是 這樣就好了 關的時候都會刺激 牛肚是不是要再煮爛一點 比較 如果你要煮爛一點的話 煮爛一點的方法 你要煮好幾個小時 對啊 就會變成 如果你煮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其實它第二個小時可能會更硬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牛肚包是要吃硬的 還是要軟的 你有吃過台灣火鍋的牛肚嗎 對 超軟 是要吃那一張的 另外一個做法 義大利其實兩個都有 義大利你要吃那種 像台灣的那種很軟的也有 然後 而且他看那個師傅怎麼切 也都有不同的口感 對 他現在吃起來很脆 所以已經完成了 試試看 大家可以試吃 我可不可以要多一點醬 可以啊 對 醬也要多增加一點 他有嚼勁了吧 牛肚真的好 對啊 超有嚼勁 超脆 但是醬真的還滿加分的耶 你趕快試吃那個醬 我覺得醬很得分 因為它的蒜香很棒 蒜香跟那個香菜 對 然後酸味是從那個酸豆來的 我覺得很棒 對 然後它的鹹度也是那個體育 對 可是也不會過鹹 我剛剛以為你加了那麼多鹽 然後又有體育會很鹹 但並沒有 你懂我剛剛在嗚什麼 超Q的對不對 你也怎樣 他把它吐出來 咬不動 咬不斷是不是 我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 我個人以為 因為我吃到剛好切割比較厚一點 我覺得片薄一點的話就很棒了 或是真的煮爛一點 再煮久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綠醬 醬不錯 綠醬很特別 這綠醬很 可是它蒜味會不會很重 它很重 可能是它風格就是這麼強烈 因為香菜本身的個性就很強烈 再搭配像大蒜 鹽掉再強烈才可以 對 它帶那種夏天的感覺 就是那個綠醬 因為牛肚本身不會特別去在夏天 可是你去夏天的時候 你吃這個綠醬 它就是會 重生有什麼氣息 很香滿開胃的 對 開胃 對 酸酸辣辣香香 嗯 馬丁 馬丁怎麼了 麵包很好吃 我也覺得 因為 馬丁你怎麼會這麼幽默呢 沒有 因為牛肚我不敢吃 然後那個 因為那個綠醬裡面也有海鮮類的嘛 對 對啊 所以我也不敢啦 所以 但是我兩個都有試 可是就 我不喜歡 麵包 但是麵包很好吃 很脆 對啊 然後 是 熱熱的 真的滿好的 麵包 其實裡面 唯一不是他自己做的就是麵包 所以麵包是最好吃的啊 謝謝 謝謝 我自己覺得 還不錯 就是我滿喜歡那個牛肚 對 我個人的喜好就是比較軟一點 所以可能 對 我不太適合吃硬的 對 可是他會回答你說 你真的要燉 但是要燉好幾個小時 其實這個牛肚燉爛一點 有沒有 再加點醬油 加點糖 還有金針菇 加金針菇還有豆腐 是不是味道會比較好一點 你自己說 然後 其實會滿不錯 你自己說的我也滿喜歡那個麵包 麵包 謝謝 謝謝你們對麵包的稱讚 不要 你們不要再講麵包了 我也很喜歡麵包 沒有 就牛肚太硬 就很像吃那個魷魚 很乾的魷魚的感覺 對 咬不斷 而且我不敢吃香菜嘛 對 對 我很多韓國人不敢吃香菜 我也很喜歡香菜 其實這樣羅勒應該OK 對啊 如果羅勒的話 這其實已經是清醬了 因為有提魚 山洞 對 可是您剛剛一講羅勒 他就斷電了 他還是要香菜 他覺得就是要香菜 可是你聞那個醬 單聞香菜味不重 我覺得反而 大蒜味蓋掉 對 都蓋過 所以還好 我覺得 麵包真的很好 對不起 這個不是 醬 醬很好 真的 這個醬 對我來說 醬背麵包就夠了 因為這樣 醬背麵包不錯 就是怎麼樣 就是那整鍋的牛肚請他帶走 因為我們法國也是 也會有這樣的毒 什麼 牛肚 對不對 但是我一直不喜歡 然後這樣的毒 當然要煮得很久才可以一直亂 要不然不好吃 已經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 醬有很多的味道 像我們蝸牛也是這樣 我們蝸牛不好吃 真的 不會吃蝸牛 但是我們加很多這樣的醬 很有味道的醬 對 德烈請問一下 牛肚要怎麼樣煮 有什麼技巧 可以讓它快速軟爛嗎 最簡單的就是壓力鍋了 對 這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一定是一開始先很硬 然後再煮再更硬 要長時間才能慢慢煮透它的節力 它的組織才會慢慢軟 要至少煮多久 四個 我都是通常三個半小時 四個 壓力鍋 壓力鍋 50分鐘就好了 壓力鍋 可能都這樣 新鮮 我沒想到 意大利的麵包這麼好吃 你為什麼怕過的 沉沉麵包 臉都變得很怕 意大利的麵包這麼好吃 那個味道也還OK 但是這個裡面的那個牛肚 牛肚 牛肚 這個很難 很難咬 很難咬 對 需要很多時間 而且 真的沒有吃過這種 有一點味道很像 就是咬完可能要使用健保卡 真的 你剛剛牛肚裡面有加米酒嗎 你有說有加米酒 沒有 都 對 應該是要加米酒去腥對不對 正常會這樣 煮的時候 牛肚和意大利沒有米酒 有白酒 他們喝的那種白酒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因為 白葡萄煮過變酸了就OK 要不然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加米酒跟薑 對 巨蟹 不要衝 你可以回去建議一下意大利政府 真的 好 謝謝子龍 謝謝你帶來的麵包 謝謝 喂 喂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 謝謝 請